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DI就是连接过去和未来音乐的侨量 未来的音乐类加上适应未来的音乐科技 让音乐触手可及 MIDI技术它的应用在乐器这个产业里边越来越广泛 原来我挺喜欢的很酷的这个东西就是MIDI MIDI是连接电子乐器之间的纽带 是电声乐器行业通向未来的一把钥匙 期待MIDI技术能为电子音乐演奏注入更多的灵感与活力 MIDI技术它不单单是一个标准 是连通了所有的电声乐器产品 MIDI技术能为电子音乐器 德里是1983年成立 那么成立之初我们实际上主要的产品就是电子琴电声乐器 MIDI技术能为电子琴电声乐器 后面20年的发展 我们现在已经最高端的是第三代的基层电路 那么已经具备256个同时发音术 这款机身电路是我们从正向设计 我们讲的就是真正掌握了它的一个核心技术 为我们后续的发展 就是打开了一道大门 用户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采样 我要什么声音 我可以自己采样载入到系统里面 也可以自己编曲 所以它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编曲机 它就延伸了我们键盘乐器的一个功能 智能化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2010年左右 首先就在研究我们叫智能钢琴 或者叫智能鼓 就是我们透过现有的智能的中端 就做很多的一些软件APP 那么你透过这个游戏的过程 就能够掌握这个产品 80年代开始 就是每隔个几年都会有新的几人量出来 所以我们技术的发展 不仅仅局限于电子结构制造 是怎么样把所有的结合起来 去做一件乐器产品 或者是做一件音乐产品 媒体从一步步的往下走 包括到了2010 它的这个生命力 是大家定家要探索的 音乐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还会加快它的这种速度 这个声音的追求 以前是通过乐器 或者制造乐器 或者改良乐器 那么今天可能依靠计算机 依靠芯片 依靠对声音的处理器 它也可以塑造非常多的声音的种类 甚至新的音色 因为它可以做出自己梦想的声音 那么电子技术给这种梦想呢 就是插上了翅膀 由于那个时候 对于MIDI和MIDI技术的了解 中国人了解的还是非常少的 而电子产品 尤其是这些跟MIDI 跟那些音频设备有关的 跟现在的手机和电视机 几乎个体和个体之间没有什么差异 如果市场需求的话 机器一开动 可以大量的生产 这个MIDI鉴定考试 是一个国际化的标准的考试 参与过这些鉴定考试的 有很多音乐家和年轻教师 都是目前在中国音乐行业里面的中间力量 2006年 亚马拉美国公司 成为了中英CME产品的代理 这个行业里面最大的这家公司 代理了中国几乎是第一个自主品牌的产品 这个应该会被记录到中国MIDI发展的历史了 就是我们乐手其实还是挺多的 特别是我们这个研究院做算法 这个核心算法这一块的员工 他们都有自己的乐队 也自己弹吉他 然后包括我们公司内部的这些员工 他们自己也都是玩音乐的一些年轻人 我们会鼓励这些年轻人去现场 音乐的魅力还是在这个现场 我们的产品或者说我们未来的技术 我们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个是我们专业的方向 再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说的民用方向 其实折叠钢琴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说呢 根据市场的需求 做的第一个民用产品 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键盘要那么薄 而且又有这么 怎么说呢 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手感 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用到很多比较有创新的一个物理机构 才能做出这么一个比较舒适的手感的这么一个产品 今天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纯数字化的时代了 从MIDI诞生的一刻起当时的计算机处理能力还是比较弱的 到今天我们已经在聊Chat GPT 已经在聊ARGC 我们已经在使用数字和AI的形式在生成音乐 那数字音乐在今天 很多时候它的形态是以MIDI形式存在的 ARG呢 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乐器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MIDI控制器 投了一加上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只要把它抬起来 你轻微的摇晃 我就可以用它去控制声音变化 我们自主的这个第一款产品呢 就是采用了这个GM标准 配与这种专业的重锤机前机结构的这种键盘 出来的效果呢 就跟这个传统钢琴非常接近 在普及音乐教育这块 应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数码钢琴呢 它其实它的音源呢 就采用了这种MIDI的标准 那我们第二代键盘呢 用了这个光感技术 光感技术呢 应该说我们是第一个 把它用到这个数码钢琴键盘这样一个技术 我们也获得了中国乐器行业科技实强企业 这也是很难得的 04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把数字音乐 把MIDI呢 融到了我们展会当中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叫智能音乐的 这样一个展区主题区 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 其实从规模上已经超过了法兰克福 和这个美国NAMM秀 特别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乐器展 它已经成为全球业界最大的一个展会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喜欢电子音乐的爱好者 他已经参与到其中 他可以进行现场的体验 也可以去亲手去玩这些产品 让他降低这个门槛 其实也是为MIDI的这样一种普及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蔚来在中国内需市场上 数字化乐器 它的前景 它的增长的空间 还有它这种增长的速度 可能是非常非常快 但是如果你不推它 它可能就走得很慢 蔚来音乐科技专委会 它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呢 其实还不完全是技术 我们更多关注的是 应用 就是怎么能够把市场和应用的衔接起来 所以蔚来音乐专业科技园会的 着眼点 就是蔚来的音乐内容 加上适应蔚来的音乐科技 MIDI是什么 以前大家从来没有想过 但当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的时候 一想 原来我做的那个事就是MIDI的支撑 原来我做的这么一个工作里边 底层是有MIDI的技术的 在整个大型演出或者大型活动的时候 它需要所有的各个部门 灯光 舞美 音响 演员 声光电 所有一起要统一按照一个步调来协作 那当一件事情比如说像一个重大的演出 需要同时几十个工种几百人 同时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就需要按照同样的节奏做不同的步伐 那这件事情谁完成呢 最终在系统里边其实是通过MIDI来完成的 为什么 因为MIDI本身是声音 是节奏 它是和事情的一个一个的进展相关的 那么中国乐器协会呢 这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后边这句话 就是让乐器成为家庭的标配 让音乐成为生活的刚需 那么这么多年来 协会也是和企业和产业和产业链上的各个机构部门院校 所有的音乐人或者说爱音乐人的一起 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它绝不仅仅是为了拉动乐器市场的消费 更重要的一点呢 是想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 特别是音乐文化的素养